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不不不不不不 今天是我們的觀眾投稿時間啦 那今天我要投稿的這位朋友是我們這個 滑亮嘛 一個是木在一個滑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滑亮還是畫亮好不好 那他這次要投稿的內容是我們這個 大狂亂巨神貓&這個狂亂巨神貓的無超級攻略 不過他真的比較特別啦 他這個 他這個狂亂巨神貓的時候他是有那個 三接哈哈姆特的時候才去打 因為通常來說 哲平當初在打就是那個 狂亂巨神貓的時候是打完那個 打完他們 世界片吧 因為 世界片結束的時候用我們就是那個 欸 姆特貓啊 就直接去打了 然後再用一大堆超級去輔佐這樣 那他這邊的話比較特別是直接用那個 宇宙篇通關之後才可以獲得的我們這個 三接的這個哈哈姆特貓 好不好 覺醒姆特貓來去打了 因為通常覺醒姆特貓拿到的話是真的還蠻方便 可以去打一些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大狂亂系列的角色 所以他這邊是比較特別 他直接是用這個超 用這個無超級隊伍 用我們這個姆特貓直接來打這個 大狂亂巨神貓跟狂亂巨神貓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那個 欸 他帶來的一些建議 因為他這邊有建議就是說 千萬不要像姆特貓當年不帶任何量產輸出 因為那個時候量產輸出打下去的話 那個一發波動那個 我們就全面了 所以他這邊的話是建議就是大家可以帶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多的這個量產輸出 這看起來是老觀眾喔 還記得當年哲平的 如山生龍霸 悲慘死亡事件喔 好不好 好 那們就來看一下畫亮今天的表演囉 拉斯 GOGOGO 哇 你要大聲什麼啦 不寫出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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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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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